澳大利亚前总理阿波特演讲指出 对当今美国而言川普是最好的总统 他逐一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 政治上诚实手信 同时他运用美国经济军事实力 积极抵制邪恶政权对美国的攻击 形成川普主义 中国目前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 澳大利亚不应害怕中共 而影响和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近年来澳大利亚对于中共的影响渗透 以日渐警觉 国会也通过反外国干预法 像很多区域内国家一样 澳大利亚也面临着如何在美中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阿尔伯特认为澳大利亚显然应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 与英美等民主国家保持密切关系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